有否吸一番賞詐騙粉絲案 扯出蹦板指控酷炫孫生自認正義使者 粉絲求助卻想收錢的案外案 我目前看到這件事情 讓我有點不開心的地方是 很多人覺得為我流量 我相信大家做自媒體 沒有人不是為我流量 我也是會 但是我會覺得我要做正確的事情 而得到流量 而不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們那些大網紅一直在蹭影片的網紅 我也不怕就是反顧你們 孫生是吧 還用我的影片去翻拍幹嘛 這支影片的受害者阿浩 本來是找你們拍攝對吧 你們要流量 但是卻不去確保他的權益 跟他講說什麼 影片他要自己出資 我相信這個影片的費用 說實在可能在每個人的第一步一樣 但對於我們在拍攝的人來講 10萬塊8萬塊5萬塊其實不多 但是他就沒有錢 然後你卻要他說 影片我幫你拍 但是錢你自己出 如果真的你今天說 你是一番賞的正義達人 麻煩一下 如果你遇到這種事情 你就勇敢跳出來 酷炫火速拍片回應此事 他完整亮出經紀人與粉絲的私訊對話 並坦言 由於收到許多粉絲瞎爆料 團隊現在對於這類事情 格外小心 他又提了一次他的想法 需要人錄影 錄影 需要攝影師 然後跟這個網紅聯絡 再由上次詐騙的人前往 然後先試探 那在抽的時候 你們再錄影團隊進來 反正我看起來他是非常了解 整個詐騙的過程 他其實很貼心 他幫我們企劃都已經想好了 怎麼執行 所以來回覆大家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幫忙 我們沒有不幫忙 我們要幫忙 那有人說為什麼收錢 我們沒有收對方任何錢 我們沒有跟他要拍攝費用 我們更沒有要業配費用 我們是跟他說 你要自己出自己拍攝的包套費用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去承接幫忙他的話 我們也要冒一個風險 就是說 我們有可能沒抓到 那我們沒抓到 損失的就是 那五萬塊 那八萬塊那十萬塊 那我們也不可能說 損失了再跟粉絲要回來 那再來我們也沒辦法 核實這件事情的真假 因為真的太多莫名其妙的人來亂 我覺得站在企劃的角度非常合理 就是他為什麼要幫公司省錢 因為公司去年出太多事情了嘛 到現在又出事 他賠了那麼多錢 我每天就是在跟大家說 拍攝要這個 量錄為出能省則省啊 這個企劃省這個 五萬八萬 很合理吧 欸站在我的角度思考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會覺得 有點委屈 因為 欸我們是出於好運想幫忙 結果他中間找了別人 然後 我們現在被這樣誤會說 好像還收錢 有點可惜 不知道啦 還是覺得整件事情很奇怪 他從前面就說希望 網紅來幫忙 網紅既然幫忙 就是一定要PO跟上傳 所以他為什麼會在這邊問說 拿到和解金你們還會 不顧一切的上傳 還是他其實只是把網紅當成 幫他要和解金跟討回 賠償的工具 那這樣這個對話我現在看起來都會覺得 我又不是黑道 這不是我在做的事情 那也想到 蹦板的那個貼文有提到 他拍完片以後 粉絲也有要求 有否悉賠他50萬 蹦板也很聰明啊 知道這樣多要錢會有問題嘛 所以就說只應該取得 就是損失的金額 但當晚收到通知 粉絲又認為他們的詐騙賠償金額不當 又跟朋友去該店找他討論不當金額 我只能說這個很特別 大家都有個疑問 就是說不幫忙就別消費 你不出錢 為什麼你還要消費受害者 我講一下我們的狀況啦 我們是缺錢又缺流量 這個公司角度企劃 應該是覺得說他要出錢 我們才拍 我們就省了這條錢 那事情也被爆出來了 啊我們拍也有流量 這不是又有流量又有 不用花錢 當然是蹭啊 那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就是二創這件事情 我不否認嘛 我心中是覺得我在消費有否惜啦 他也特地和蹦板與受害人道歉 因為孫生在線動中有提到 因為這個群組跟訊息 後面都是公司的窗口回覆的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就先跑去私訊嗆蹦板 那我已經叫他跟蹦板道歉 那我自己也有幫他傳訊息給蹦板道歉 至於蹦板或受害者本人 如果因為看到這個影片不舒服 我還是要跟你們說抱歉 那雖然我自己心底覺得拍二創 其實不用告知人 不過我做事的邏輯就是 有人不舒服 我願意讓他舒服